安培剂使用 测量电流大小的仪器为安培剂或毫安培剂 主要部分名称分别为 指针、归零钮、负极端子、正极端子 使用前需调整归零钮,让指针归零 要测量电路中流经某电器的电流时 应该以串联的方式连接代测电器 毫安培剂的正极端要接到靠近电池的正极端 负极端要接到靠近电池的负极端 如果毫安培剂本身有不同的测量范围 应该先连接测量大范围的正极端子 如果指针偏转幅度不明显 在由大到小改接测量范围较小的正极端子 以方便读取较精确的数据 并避免因为电流过大 造成毫安培剂的损坏 毫安培不可与电源直接连接 或并连于电气两端 以免造成过大的电流 使安培剂受损